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中国共产党长胜不衰的生命里源泉 我觉得用四十多分钟讲 一个党长胜不衰的理由 那时间明显是很短 但是呢 我们尽量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呢 把一些最核心东西产出来 什么叫初心 十九大近平同志讲过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网上发了这么个帖子 当然我觉得很可笑的 就是中国最牛创业团队 上面写的 1921年7月注册成立公司 靠一份共产主义的BP 拿到了苏联的天使轮和A轮投资 遭遇数次破产危机 终于在遵义选出了天才的CEO 历经艰辛打败西方跨国公司 和国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 成功在北京上市 经过96年历届管理层经营 去年全年营收八十多万亿 市值近千万亿 全球第二 有望成为全球第一 属于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之一 今天公司举行第19届董事会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觉得这个帖子写的很可笑 也很有意思 你看帖子上面这个照片 就这12人是中国最牛 最牛创业团队 我们从上排左边看起 陈云 伯谷 彭德怀 刘少奇 周恩来 张温天 下排从左边看起 康生 毛泽东 王家祥 朱德 项英 王明 你看队伍不断地演化 不断地分裂 有坚持到底的 有半途而废的 但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 那么这种描述方法还不仅我们 1949年全国即将获得解放 毛泽东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去了封信 当时李达在南方 因为这个信要穿过国统区到南方 毛泽东怕这个信被别人识破 就用了些暗语 用了语言跟这个一样 毛泽东至李达的公开写 吴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 望素来参与经营 大家看这历史上惊人的相似 当然我们在讲的这12个人 就中国历史上最牛创业团队的时候呢 我今天今天咱们再讲另外12个人 从努尔哈赤道宣统也是12个人 他们曾经也是中国历史上挺牛的创业团队 就是按照台湾百洋人讲的呀 清王朝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 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 三分之一的也属于中等才智 像民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君主 清王朝一个也没有 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出现过这么多 具有很强能力 而很辛勤工作的帝王 我们可以看大清王朝 这12个人其实也挺牛气的 他们没有一个人荒音无度 没有一个人好吃懒做 没有一个人不理朝纲 你像明朝 明朝到了晚年 两个月三个月皇帝都不上朝 大清王朝从无此现象 前面就一位领导同志在跟我讲一讲了 你看清王朝 宦官专政 内气专权 外臣伟大不掉 这些封建社会的通病 清王朝一个都没有 治理的不错 但是为什么这12个人 没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而成为了耻辱柱上的这样一批人 为什么从康庸前盛世 到道贤同光衰是如此之快 中间就隔离一个家庆 你说我们按照王朝的规律 君子之责武士而展 就是第一届人开机创业 第二代人的小心谨慎 第三代就有点懈怠了 第四代第五代 不理朝纲了 荒淫无度了 最后王朝崩塌 所以叫君子之责武士而展 为什么从康庸前盛世 到道贤同光衰是 就隔离一个家庆 很快就衰败 你说帝王的品质出问题了吗 道光穿过戴补丁的裤子 用打卤面招待太监 给皇后过生日 我们今天谁给自己的夫人 过生日用打卤面招待客人 没有吧 你看道光 他为什么 宫中岁入不取超过二十万 清史记载 道光叫食物虽好 价高不锁 压缩宫内开支 支持前方禁烟 你说他糊涂吗 但他是中国历史耻辱主上第一人 我们很难用品质来判断 这个皇帝 他施政的效果 他的儿子显丰 道光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历史上耻辱主上第一人 儿子显丰继位 显丰的座右鸣 防三剑 一防土木之剑 既防大兴土木 二防燕安之剑 防止大吃大喝 三防拥毙之剑 防止上情不能下打 下情不能上打 你看很清楚的人 但他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历史出入上第二人 同志支持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发起洋务自强 光绪支持康有为 梁启超发起物虚维新 搞君主立宪 就皇帝都要受宪法的管束 光绪皇帝支持 你说他们糊涂吗 最后为什么一败涂敌 他们也曾经斗争过 1841年1月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 显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 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 慈禧对诸国宣战 一个败得比个惨 为了什么 没有奋斗过吗 1860年8月 英法联军前卫七百 由北唐内港向新河前进 曾格林信 蒙古铁骑 是大清王朝最强悍的作战力量 以蒙古铁骑3000向敌突击 受炮火集中射击 几乎全军覆灭 最后归队者 仅七人 没有奋斗过吗 奋斗过 浴血奋斗过 但当时面临的局面 李鸿章讲了一话 3000年未有之变局 3000年未有之强敌 再也不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对中原的入企 再也不是落后的生产力 落后的生产关系 对中原的统治 而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 先进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体制 对封建体制的入企 所以李鸿章总结 3000年未有之变局 3000年未有之强敌 所以这12人创业团队 你从个人品质上 有很难找到失败的基因 是他们面临的大事 太大了 面临这个大事 无动于衷 不思变革 最后满盘结束 马克思讲 一个人口几乎占 人类三分之一的 复原广大的帝国 不顾时事 仍然安于现状 由于被强力地排斥 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 而孤立无一 因此竭力 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 来欺骗自己 这样一个帝国 终于要在这样一次 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马克思1848年写的 60年后 1911年辛亥革命 这个帝国终于死去了 我们说帝国死去了 问题并没有解决 你近代以来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文明一直在 以西方文明抗争 中华文明 节节败退 随着国家几近灭亡 这一文明几乎断裂 我们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古埃及文明 古印度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中华文明 前三个都明灭了 古印度文明 断裂 古埃及文明 断裂 古巴比伦文明 断裂 中华文明几乎断裂 在近代以来几乎断裂 它不仅是封建体制问题 我们最后建立共和 共和也不行啊 一次一次的溃败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 政治体制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个 民族的问题 一种文明几乎断裂 你看我们近代以来 曾卓黎首先提出 气不如人 就中国一个一个都不成 连续失败 丧权主国条约 一个接了一个 问题戳在哪里 气不如人 继续制造 科学技术不行 所以要搞洋务运动 要自强 要学习西方的先进 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三十年 最大的成果 北洋水师 甲午战争 飞毁湮灭 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失败 康有为 梁启超出来了 孙中山 治不如人 中国不是气不如人 是体制出问题了 政治制度出问题了 治不如人 康良 戊区维新 就是改制 孙中山 辛亥革命 同时改制 结果共和建立 巴黎合约 瓜分中国 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 转任给德国 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转任给日本 中国还是 一次大战的战胜国 还被别人瓜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提出什么呢 思想文化不如人 五四运动的先驱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钱玄同 就是中国的问题 不仅是气不如人 不仅是治不如人 思想文化不如人 所以提出 打倒孔家殿的口号 那当年 五四运动 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打倒孔家殿 以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 形成多么大的反差 我们今天发现 孔子没有妨碍 我们怎样现代化 当年的思维方式就是 百罪归于一身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原罪 那个原罪是中国 所有毛病的老根 解决它 迎刃而解 是气候层面 还是制度层面 还是思想文化层面 一个月的找 最后都找到汉字了 说导致中国落后的汉字 方块字限制了中国人思维的发展 所以 新文化运动若干先驱 提出了罗马字母化 我说你看当年 这种 我们看见当年 这种文明所面临的危机 什么也不行 怎么也不行了 看哪都不顺眼 气候也不行 制度也不行 思想文化也不行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 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 三十年代有过一次 北京上海的知识分子 做了个调查 那个调查就是 你的梦想是什么 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回答 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子不打仗 无瞌睡 换门牌不要钱 人民不必跑入租界 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们今天在个会场四千人 那网络上连接的人更多 谁能想到八九十年前 中国就这个样子 就这点梦想 我们今天梦想有房子有车 环境没有污染 没有雾霾 交通不堵塞 然后社会法治非常良好 你看当年的梦想是什么 就这点梦想 燕京大学教授顾吉刚 回答他的梦想 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 这是最重要的事 这种嗜好延长下去 非灭中不可 任凭极好的政治制度 也是无益的 只要吸毒 万事救不老你 什么制度也不行 上海大学者施哲存 回答他的梦想 中国人走到外国去 不被轻视 外国人走到中国来 让我们敢骂一生 养鬼子 你知道先生 现在是不敢骂的 上海外滩 高悬着华人以狗 不许入内 你骂谁啊 你敢骂吗 你不敢骂 我们今天看我们这个战狼2 大家看得多过瘾呢 我说我们当年 施哲存 顾吉刚 林玉堂这些人 他能不能想象到 九十多年后 新中国排了个电影 叫战狼2 我觉得绝对想象不到 罗文干 罗文干回答他的梦想 政府能统一全国 免人说我无组织 内政勇意 转容来对外 武官不怕死 文官不贪钱 妇女李家 崇尚勤俭俭 不学摩登 青年勤俭刻苦 不穿洋服 振兴国货 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良心 他们的梦想加在一起 就四个字 民族救亡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到了威王的边缘 一种文明 一种文化 到了崩溃的边缘 怎么把它救出来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这个运 不是霞光高照 铺着红地毯的运 是国家最黑暗 人民最无望的时候 一批年轻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凭着一腔热血 浴血奋斗 中国近代 其实就是蒋庭府所讲过的一个问题 1938年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历史学家蒋庭府写了本 中国近代史 他发出一个著名的蒋庭府之位 蒋庭府 中国近代史 就用三个月时间写成的 资料也不足 曹操写旧 使他享誉史学界 我们今天我觉得宏观巨致 十年八年写的都不如他这三个月 缺乏资料情况下写的这本书 他这里面一个著名的蒋庭府之位 里面讲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 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基建吗 能废除我们的家族观念 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近现代来所有追求 你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到曾佐里的杨无自强 到康良的戊虚维新 到孙中山的新民主主义 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家一看 就是个意识形态之争 政党之争 政治之争 实际上蒋经福讲的最根本 就是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谁能让中国近代化 谁能让中华民族赶上西洋人 谁能利用科学和机械 废除我们家族家庭观念 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 不在三民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不在你无政府主义 自由主义各种主义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能解决最关键这个问题 能解决民族前途光明的 不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 历史把它就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其他的力量 都无法有效的回答这个问题 你从洪有全开始 所有人都奔着目标去了 就是建立一个近现代化的中国 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所有人奔着目标去了 从洪秀全到曾佐里 到康梁 到孙中山 到共产党人 都奔着目标去了 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中国共产党人 我说中国共产党人 通过艰苦奋斗 五次反围剿 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跨国家 大家看这些 历尽千难万险的行动 所有行动会在一起 这个力量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前赴后继 应用顽强 是中国历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力量 它给中华民族带来胜利 中华民族近代来 最缺乏的就是胜利 我们吃了很多苦 我们没有胜过 我经常讲 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 跟一个人一样 就问你一句话 你胜过没有 你说我吃了不尽的苦 我没有胜过 我今天还在吃苦 那你一定苦不出来 一定要胜利 我们讲没有苦难 没有积聚 没有坚韧 但是没有胜利 就没有激情 没有尊严 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激情 没有尊严 它能够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力吗 我们近代来 累累的失败 唯有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 给中华民族 带来了胜利 前所未有的胜利 支撑这个胜利的 就这句话 要为人民谋幸福 要为民族谋复兴 这就是这个党 它的初心 这个初心 是共产党人之所以 取得胜利 而共产党人几乎 今天 还在不断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纠正自己的失误 不断地向着民族复兴的前 道路前进 核心就这句话 初心不改 方德始终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说近代来 中华文明 一直在与西方文明抗争 就像我们讲的 随着国家几近衰亡 这文明几乎断裂 你看我们近代来 我们所讲的 气不如人 治不如人 思想文化不如人 怎么看中国人 都比别人矮了半截子 怎么看外国的月亮 都比中国远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 能有自信吗 你的文明 能有精神的支撑吗 新中国诞生 是中华文明 在政治上摆脱了褪势 向全世界展示 这种文明 也能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发展的 政治体制 这个政治体制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扶展写了历史的终结 人类历史终结在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了 2008年金融危机 2009年 2010年 扶展到北京来了 扶展也讲 结论下早了 历史没有终结 中国异军突起 中华文明 它的这种政治体制 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 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发展道路 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途径 而新中国的诞生 使这种文明 在政治上摆脱了推势 就我们这个中华文明 不用依附 我们有自己的发展路数 跨过鸭鲁江 是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事 你看我们九一八事变 日军直接在沈阳发动 九一八事变 你看看我们七七事变 日军直接在卢沟桥 北京的南边的晚平城 发动卢沟桥事变 你看新中国已成立 跨过鸭鲁江 美方一再向中方通报 说我们绝不过鸭鲁江 不会威胁你们安全 但是新中国不允许在中国周边发生战争 所以跨过鸭鲁江 一种文明 也是需要军事支撑的 你看古巴比伦文明 古希腊文明 古罗马文明 都败于军事政府 包括古印度文明 古埃及文明也都是一样 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军事力量 你这种文明照样无法支撑 那么新中国的诞生 不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摆脱了推势 跨过鸭鲁江 是中华文明 第一次在军事上 也摆脱了败事 就像当年我们跨过鸭鲁江 日本京都大学一个教授 他就讲了 他说1949年 你们的毛泽东讲的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说我们周围日本人 一个相信的都没有 你看看你中国近代这部历史 毛泽东一句话就站起来了 谁相信呢 1950年 你们竟然敢对美国出兵 你们竟然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从北面压到南面去了 我这才觉得 中国人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一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从天津港出发的 1900年8月3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的八国联军 全部 18881人 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半个世纪之后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鲁江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16国联合国军 八国联军的一倍 60万部队 以他们抗衡 把他们压得步步向南 退缩 这是一种文明 不但是志愿军的胜利 不但是新中国的胜利 一种文明的诞生 这种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事 我觉得当年我们军队跨过鸭鲁江的时候 当年在北京 功德林的战俘营 有多少国民党 我们抓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杜玉明 宋习连 黄为 文强等人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党 就共产党战俘的身份 他们拼命的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写建言 美军作战特点 怎么战胜美国人 杜玉明讲 抗战期间 抗战期间 杜玉明 宋习连 都作为远征军的成员 饱受美军的轻蔑 被美国人看不起 他说这回你们在朝鲜战场 应该好好地教育教育他们 让他们看看中国人 他在那瞬间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的俘虏 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一样的是中国人 所以 必须获得这样的胜利 我说一种文明 必须在军事上摆脱这样的推势 改革开放 中华文明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 我们能够迅速地达成世界经济第二大 这样一个经济体 当然按照联合 按照国际货币基因组织 和这种世界银行的国际购买力评价估算 那中国世界第一 但我们说我们不是世界第一 我们按照美元汇率 那么算我们是世界第二 这是一种文明的复兴 不但是政治的 军事的 经济的 它在支撑这样的文明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提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 而且近平同志强调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 最核心的自信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自信 你还自信什么呢 你觉得别人东西都比自己好 你没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中的基础 最根本的自信 大家看我们 我们 曾佐李提的 气不如人 康良 孙中山提的 志不如人 胡适 钱元彤 鲁迅 陈独秀 的人提的 思想文化不如人 到今天 七八十年 八九年时间 我们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 它是一种 一种文明的 全新的复兴 今天 十九大 很多人讲 十九大 报告 原来以为是五年 规划 听完以后发现 是三十年 规划 是一个中长期的 规划 一个民族 复兴的 规划 一个二零四九年 新中国成立 一百周年 完成伟大的 民族 复兴 这样规划 大家可以看 一个初心 支撑的 能迸发出 多么强大的力量 十八大开完 敬兵同志 成为总书记 当时有人就讲过 说习近平头上 有三座大神 第一是恩人 养育你的 第二是亲人 第一是恩人 提拔你的 第二是亲人 养育你的 第三是有人 帮助你的 他们认为 习近平也跨越不了 三座大神 跟过去没什么差别 这三座大神 中国人都难以跨越 你怎么面对 提拔你的 你怎么面对 养育你的 你怎么面对 帮助你的 我觉得十八大 刚刚一开完 近平同志 就做出了一个 提出了一个 坚决的规定 立规矩 十八大 刚刚结束一个月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立规矩 而且首先 对高级领导机关 高级领导干部 立规矩 过去我们讲 下了多少个文件 管不住一张嘴 现在 一下全部管住 十八项规定 不是对全党党员的规定 八项规定 要求中央政治局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连续群众的 八项规定 对政治局的规定 全党都做到了 我们有句话 利益规矩 就是亮旗 破坏规矩 就要亮剑 十八大 最宣明的规矩 首先 就是八项规定 破坏八项规定 就要亮剑 近平同志讲 哪些事情能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哪些事情该这样做 哪些事情该那样做 都要规定的明明白白 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让制度 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是查处 违纪违法问题 制度化 经常化 是党员 干部 心有所谓 言有所借 心有所指 前不久 有位领导同志 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们有一段时间以来 一批人无所畏惧 他说 你看历史上 官当的越大 越如理薄冰 战战兢兢 后来出现一个问题 官当的越大 越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 这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官当大了 没有压力 觉得权力大了 什么事情都能干 必须立规矩 首先是不敢辅 至于法治 制度建设 到 不能辅 不想辅 那后面 首先让你不敢辅 必须做到这一点 就像18届 六龙全会的公报讲的一样 新形式下 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 和领导干部 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的组织人员 高级干部 特别是中央领导成员 必须以身作则 模范遵守党 党章党规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坚持率先垂范 以上率下 为全党全社会 做出示范 近平同志在这方面 当然包括中纪委 你看王岐山同志 非常严格的要求 全党必须做到 干部 尤其是高级干部 必须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必须要时刻 检点自己的行为 颜插队 是近平同志 集中学习一段时间 集中在颜插队 他说 以他同时插队的两个人 雷平生 雷荣生这两个人 兄弟两个 以他同时插队 雷平生 以近平同志 在同一个窑洞 共同住了五年时间 五年多时间 在一起插队 他说 我当时就看 雷平生 雷荣生 他们带了两铁皮箱子书 我们这边看 雷平生 雷荣生带的书 那边有清华附中插队 他们这边是带的军事书 那边带的哲学书 尼采 康帕拉 马加威里 洛克 互相交换 大量阅读 今年一月 雷平生 接受中央党校 学义时报的采访 回忆了这么一段 雷平生说 白天去山上劳动 晚上回家 一有空就看书 后来 大部分知情离开了 窑洞里 只剩我们两个人 我们在炕上 有各自铺位 中间隔一个炕桌 炕桌有点 煤油灯 白天干了一天的火 已经很累了 晚上吃过饭 我觉得累 就睡觉了 近平吃过晚饭 又拿起书本 他怕影响我睡觉 就把灯移到一边 用身体挡住光线 他看书 他看书 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 发现近平还在看书 就问 你怎么还不睡觉 他总说 再看一会儿 第二天下地干活 鼻孔都是黑的 没有灯熏的 近平同志讲 两百斤的麻包上街 走五里路 不换街 我确实非常佩服 因为我当兵 我当兵 我在基层连队干过 我在基层连队十一年 我们都看过麻包 出现大米 一袋大米 两百斤 卡车上卸车 到了卡车边上 麻包一扛 抓住两个脚 一扛两百斤 能扛起来 但一走路 飘飘欲仙 你重心上 也上不很重 一走路就跟喝醉一样 很难保持平衡 我们走一小段 扛到我们连队的仓库里 就行了 近平同志扛两百斤的麻包 走五里路 不换街 什么叫初心呢 初心不是理论问题 你吃过这样苦没有 我们在开这个会的时候 近平同志一个一个问 在基层干过没有 在一线干过没有 你们这单位 现在还到西藏去吗 到西藏代职去 多长时间 毛泽东最反对的三门干部 出家门 进校门 出校门 进机关门 叫三门干部 近平同志是这样 一定要接地气 为什么 这个地气就是初心 我去年九月 从延安回来 就今年九月 也就两个月前 从延安回来 在延安北京 执行纪念馆 看见了 近平同志 王岐山同志 在延安插队 近平同志在里面 大概有四五幅照片 王岐山同志在里面 有四五幅照片 他们在延安所获得 这个能量 对中国最基层的了解 对中国的老百姓 受到这个苦难的了解 近平同志插队七一年 就了解 最初延安插队三万多人 最后剩不下几个 近平同志 胜到最后 延安北京 执行纪念馆 放了这么一个扁牌 近平同志写的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15岁来到黄土地时 我迷惘彷徨 22岁离开黄土地时 我已经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 充满自信 作为一名人民公府 陕北高原是我的根 因为这里培养了我不变的信念 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哪里 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什么叫初心 近平同志就凭这点 跨越 别人给他形容的所谓三座大山 恩人 亲人 友人 为什么呢 更大的层面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要为这块土地 要为这块人民做实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这就是近平同志今天 你看18届中央 19届中央 我们提的新时代 什么叫新时代 你看我们的变革力度 你看我们的反腐力度 你看我们的更新力度 这种力度 决定了 发愿哪里 就是初心 就凭那个初心 一定要为这个土地 这个人民 做出一些像样的事情 我们从今天看 当今世界 190多个主权国家 国民生产组织 超过10万亿美元的 只有两个 第一美国 17万亿 第二中国 实在5万亿 当今世界所有主权国家 国防开支 超过1000亿美元的 只有两个 第一美国5900亿 第二中国1500亿 当今世界 卫星数量 超过140克的 只有两个 第一美国530克 数量不断的减少 第二中国198克 我们马上200克 300克 两个国家 国土面积都差不多 都是960万 人口我们当比他多 他是我们的零头 他3.2亿 我们13.6亿 武装部队 他140万 我们200万 注定了 世界未来 这两个主角 美国长期扮演主角 你不让他扮演主角 他的难受 他厉害是主角 他无法扮演配角 我们没有扮演过主角 我们今后要扮演主角 我们不仅是为这个 我们一定要为未来的 这种文明 在世界上的地位 你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要做好准备 不仅是文化自信的问题 一种文明的复兴 那你这文明在世界上 单单一个引领的决策 包括我们召开的 一带一路的会议 我觉得近平同志 在一带一路会上 讲的段很好的话 一带一路 过去是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 这是圣经上说的 今天什么地方 充满着战乱 纷争 冲突 难民 流离失所 恐怖主义 满目疮痍 我们中国人的一带一路 要使这些 今天变成战乱 难民 流离失所的地方 重新繁荣 富强 文明 人民追求幸福 我觉得这是 中国应该对世界带来的 更大贡献 不仅为中国人民 就像十九大报告讲的一样 中国共产党 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为人类 做新的更大贡献 作为自己的使命 我最后 以这句话 作为今天 这个四十分钟讲话的 小节 近平同志在十九大讲的 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广袤土地上 稀损着五千年 中华民族漫长奋斗 积累的文化养分 拥有十三亿 中国人民聚合的 磅礴之力 我们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 时代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 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 前进动力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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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